大家好,我是上瑜二十旅,升级同军团的团长刘永强 大家好,我是上瑜二十旅的教练员 你好,大家好,我是唐伟杰 我是上瑜二十旅的教练员 好,三位先讲一下你们的个人同军之力,刘团长先 我就是从小小学,那时候是1990年我就教育了二十旅 做了个小同军,到现在了,现在就到了升级同军团的团长 所以你小学就是二十旅的人,然后毕业就一直在这边服务就对 是啊,因为我们学校里面有小学中学 所以这样等于几年的时间了 几年,今年都是二十九年了 二十九年 是啊,下一年就三十年了 哦,好,好 我在这个中学的时候,差不多中三,中三开始争取了同军团 在中午离开之后,也有六点时间不在这里 大约在十五年之前,再过来帮助他们 我是小学参加幼童军,然后到现在大概十三四十年吧 嗯,好,所以你们参加同军团都非常久 讲一下同军团跟你现在的工作有没有影响或是有帮助,或是有关系,好吧 嗯,我的基本上没有,因为我是坐在香港那边做那个吃车的维修啊,改装车的那种伴手的 我也没有那么多,因为我是做这个五月的管理 物业管理 嗯,我其实觉得它不是什么改变,它只是融入你的生活 嗯,它有时候是把你的,把你以前学的技巧到你的生活里面去应用 比如说领导或者是,你怎么处理一个方法 然后就是,你现在就是把它,把你以前学的东西,然后跟工作,然后回去教他们 就变比较内在的东西就对,对 不是像外在明显的东西,对 嗯,好,然后接下来讲一下你们在台湾过去有没有交流的经验 哎呦,我在,来很多次了吧 来很多次了吧 对啊,都是2017年来一次过来交流的,我也过来 我也是在这个2017年过来,跟他们一起跟这里的同军交流 我应该是算第四次吧,上年一次跟他们一样 然后在之前我们用,我之前用弱形同军的身份 嗯嗯嗯,过来交流,嗯 对,然后就是跟他们一起玩 是是是,讲一下你们呃,带的这些同军伙伴 他们对于这次跟台湾交流的一些期待 跟他们的一些想法好不好 一些小朋友,他们直接过来 他们就是充满一个就是像旅游一样的期待 但是在我们的立场就是我们要过来交流啊 我们跟明德那边要做一个交流 要有教育 是,在我们看过去就是我们重点都是旅游 对,我们就是要主要就是要交流 让他们看这边的同军是怎么去运作啊 他们的小孩是怎样的 跟自己有什么分别 对,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可能没来过啊 好像今天过去那边去玩吃吃的时候 他们很开心就是忘记了我们是同军一样 哦,所以他们是玩乐的心情 那你们是来教育的那个目的就对 对 嗯 所以你们会选这个时间是他们刚好放暑假是不是 对 你们自己的暑假还有什么其他同军活动吗 或是像这个世界大露营 你们自己团 呃,我们的家企不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 应该是说每一年的暑假 都他们自己有活动 比如说路行或者远租 或者是其他野外的活动 刚好今天是 刚好今次是旅游 所以他们自己有 呃,好像是有录音的活动 嗯嗯 所以你们自己团没有规划其他的暑假的活动 呃,有 但是大概在七八月左右 嗯嗯 对,因为这个是刚刚开始而已 所以暑假刚开始就对 对 嗯,然后关于这次的交流 你们这个,呃 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规划 然后有这次的一个 就是在上月的时候就开始了 差不多啊,超过半年了 嗯 然后你们之前有先来台湾开会吗 或者是勘察场地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也有跟这个台湾的同军夥伴 也有这个 呃,天花的 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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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我们也也会跟他们说 我们什么时候过来 他们也会跟我们准备好很多的东西了 嗯嗯 讲一下你们这次的一个行程规划吧 先把你们这四天 先稍微 你们怎么样来设计这四天的活动 主要先找一个 呃,首先四天里面找一个交流活动 就是明天 明天我们去那九份 嗯 去给他们一个 总共有两个 呃,整个整天有两个任务给他们 去先去台北市场 给他们自己找交通方法 去那个九份 哦,小队为单位就对 对,以小队为单位 然后就给他们一次任务 去在当地去找 我觉得有像 有点像那个综艺节目 熊宝就对 对,嗯 然后之后就是下午 下午听说是有一个 呃,远竹 一个小型的远竹 然后就回台北了 就要趴山就对 对 前两天呢 就是前两天你们怎么安排 前两天主要是给他们放送一下 哦 因为明天是整天的星星 然后去夜市 还有去那个总会给他们开开眼界 然后去夜市给他们买东西 或者是吃一些 他们在香港吃不到的东西 嗯,比较不一样的 对 关于这次那个呃 出发前你们对这些伙伴们有一些特别的交代 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主要是 提他们注意的就是个安全 嗯 带的东西 就是这样 基本上还有其他在什么地方 有什么东西不能做啊 就是这些东西 嗯 嗯 有没有特别这个交代一定要带什么东西的 带呢 就是有护照啊 那个证件啊 还有什么那个语句啊 打打呃 带山啊 带那个就是 因为我们明天就是在 互外的活动 你们应该会特别提醒他们在外面的一些言行 对不对 因为毕竟来到这个其他国家 然后穿着童军制补 有时候 不能玩的太开心 有时候会特别注意形象 你们应该都 这一点应该 其实呢 当然有 但是小朋友 其中他们有时候玩的开心 就忘记了 哈哈哈哈 开开 嗯 还有现在的小朋友 我们不能够好像我们从前一样去 逼他 逼他 他要做什么 现在要看他们的兴趣 顺从他们 哦 所以你们以前参加的那个时段还是比较严格的就对 对啊 啊 说的严重一点的是好惨的 我们这 那时候 训练很扎实 是啊 对啊 那时候我们基本上看不到我们的团队长啊 旅长 团长 少的 没有的 哦 那是很松的 嗯 有点去像军分 比起也也也也就去去发我们 是啊 所以你们参加活动就很紧张啊 对啊 那就是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可以玩啊 发啊 假期的时候就 今个星期比他 给他们发的很重很重的很不开心 但是下一个星期我们都可以回去 哦 嗯 虽然这个被抄的很紧张 但是你们还是会继续参加就对啊 因为很怕他们在乌埃活动的时候 手伤 最后 为上感我们也要跟他们的 呃 爸爸妈妈 呃 说明为为什么手伤 这一点吧 哦 你比较担心这个就对 对啊 因为现在在学校 现在的家长还变得压力很大了给我们 嗯 他们对他的小朋友很重视 期待台长 是啊 那他们这么重视有没有家长就开始投入 然后就把他变成吸收变成教练这样 很同爱他们 香港比较小 对 比较没有这样的状况 香港比较没有这个这样 没有像台湾 因为台湾有一些就是小孩子参加 然后就家长就参加 家长就参加 对啊 但是香港其实没有 不 呃 应该是很小这种情况 呃 就是基本上都是你有兴趣 你才会做 嗯 你才会参加我们同军 嗯 因为看台湾这边的同军 他他们在有小时候 看他们也会 你们的教练员也会教他们很多的东西 嗯 呃 在香港 真是跟我的朋友说一样呢 呃 要跟他们的兴趣 去安排的工作 还有这个活动给他们 嗯 嗯 你们参加这么多年 有没有特别感动的事情 或者是过去你们 带过你们的团长 你们很怀念他的 嗯 特别感动的是看到 因为我自己 年纪小的那些结婚啊 生小孩啊 哦 就你带过的同军结婚生小孩 嗯 就是哪些比较感动 看到他长大 到现在做父亲 做父亲的那些 嗯 就是那些感动 是 我觉得就是 看着他们 因为以前我们有一些经验 看回到过去的话 其实蛮感动的是 以前我们是这样过来 然后现在他方法不一样 有一点就是 觉得他们轻松 但是有很怀念以前的方法 但是现在也不能太能用这种方法 哦 所以你那个是感触吧 对 以前很严厉 可是现在就要改变方法很松就对 嗯 可是现在小孩也比较聪明啊 所以他们可能也不太能够 用我们过去那么直接的方法 是 嗯 要多给他们一些思考空间这样 对 就是要放开 所以以前这个团长说什么 你不要做什么就对 对 不能反驳 对 那 那乐生团长有没有特别感动的事情 嗯 我看到 他们 他们在 由我争取的统军 到现在 差不多 二十多年吧 嗯 嗯 我们现在也有 有很多人离开 还有很多 很多新的统军争取了 嗯 我们也 也会很 团结 嗯 很团结就是 哦对 你们是同一个学校的就对 对 我们是同一个学校出来 所以你们的那种 情感会更紧密哦 对 大家都是学长 学弟学妹的 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同一个背景 然后 话题应该都 因为同一个背景之下 然后有一个同一个话题 然后慢慢我们 慢慢这样是成长出来的 嗯 对 好 谢谢三位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叫张气妍 是来自香港 新界东地域的双鱼二十旅的 啊大家好 我叫叶泳怡 我是来自香港 新界东地域的双鱼二十旅团的 嗯 大家好 我叫江丽婷 嗯 我也是来自 香港新界东地域的双鱼二十旅的同居 嗯 你们三个普通话为什么讲这么好 先讲一下你们家庭背景 嗯 我 我是因为住在内地 所以就普通话讲比较好 平常都会在 哪里的内地 就 深圳 深圳 嗯 所以你住深圳 然后平常来香港参加活动 你因为呃 好像香港会有什么 什么 教育 还是什么东西 然后反正就是 我爸妈就让我来香港读书 好我家庭背景就是 我的妈妈就是呃 深圳呃那边就是贵阳那边的人 嗯 然后就是我小的时候吧 曾经是有三年我是住在深圳那边的 然后到了后来嘛就是 当时香港的教育是呃 比较水平是比较相对来说高 然后他们就说想要培育我的这个 英文的说话能力 嗯 于是乎就来到了 嗯 哦 比较西式就对 所以他们希望你来香港这个受教育 嗯 对 好 那个丽婷你呢 嗯 我就是幼儿园的时候是在深圳那边读的 所以就普通话特别好 嗯 就这样 那你们广东话也很好 嗯 嗯 对啊 毕竟读了有很多年了嘛 是是是 然后接下来讲一下你们的同军背景好不好 你们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 我是 本来 呃小学就是想参加过同军 但是那个时候就我爸妈还是怕我就是在外头一个女孩子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就没有让我参加 然后就在中学的时候他才让我参加 现在是第二年就参加了第二年 哦 所以你小学没有参加现在才中学才参加两年而已 嗯 嗯好 嗯我跟他有点相似 我小时候就是很早就已经有耳闻有同军这个的存在了 就当时看着同军他们很多活动啊很新奇啊就很想参加 但是当时就是因为我上数学课的时候睡觉就是我们是小学要过一个审批才能进同军的 嗯 然后我就进不了然后这就变成我小学的一个残念 刚刚好中学就突然出现了这个双鱼二十旅团 嗯 然后我就想说啊这次一定要试一下同军对 你小学是睡觉然后就忘记这个活动这样子忘记报名吗 不是就是数学课的时候因为我们过的审批是要有那个老师就是整体评估你的表现好不好才能批准对 哦哦哦哦所以你数学课在睡觉就晚了晚参加就对了 对啊 那历听你耶 嗯其实我跟他们都差不多都是在小学的时候就有想在参加同军不过就因为一些事情就可能是很忙然后没有时间 现在中学然后我爸妈也给我参加然后就试一下对 你小学忙什么补习吗 嗯 补什么小学校补习 英文各种东西 哦反正就家庭安排什么你就补什么就对 有没有才艺类的 有啊画画舞蹈很多 所以你很多才艺都会就对 现在都推掉了 所以没有造成你真正的兴趣就对 嗯是 那你现在真正兴趣是什么 同军吗 也算了算了就野外活动就对 嗯嗯好 然后你们讲一下你们对台湾的印象好不好 你们三个都是第一次来 嗯对 那对这一趟有什么期待 先讲你们期待再讲你们第二天这个实际看到台湾的现况 好不好 你们本来预期台湾是什么样子 好的好吃的 夜市小吃吗 对对对 嗯就是台湾人很友善然后说话声音很好听 哦比较轻柔是吧 嗯嗯 um 所以你们香港人讲话比较快 嗯嗯嗯嗯嗯啊 好 好 有点凶 有点凶啊 我也觉得他们说话很大声 就是 就好像明明跟你普通说话 但是就好像在凶你的样子 你说台湾这样子啊 还是你们内地 内地 好 然后来台湾没有特别发现 这个消费特别便宜吗 很便宜 有 便宜 什么东西都便宜 便宜有吧 有一些是贵 有一些便宜 可是它平均应该还是比你们便宜吗 包括各种小吃什么都便宜 对我们香港的物价就是 特别高 比如说我们平常是一顿午餐吧 就是基本上可能就是 30多到50多港币 就是100到200台币 对 1比5吗 差不多 算过来 150 如果是50块钱的话 对 就普通的一餐就对 对 普通的一餐 我比台湾贵一倍以上 台湾七八十块就有 对 好 那除了这个你们印象这个美食 那关于风景这方面呢 风景 有没有特别期待的地方 风景的话 可能就是 因为之前台湾有一些历史嘛 可能就会融合很多 不同外国的那种建筑什么的 嗯 你讲的是被殖民日本那时候 所以有很多日本建筑啊 不知道耶 我看那些风格反正就是 呃 反正就是不像中国的那种风格 那个 民国吗 就台湾自己有自己的风格就对 嗯嗯 嗯嗯好 欸交通应该也比你们预期 还不错吧 对不对 嗯嗯 没有没有到处有人按喇吧 没有 因为深圳好像就晚上都会有很多人按喇叭 因为你们按喇叭是习惯 不按喇叭反而不习惯 是不是 先讲一下你们昨天的行程 你们昨天去哪里 昨天 看了什么东西 昨天全部都失忆 才昨天的事情 没有因为 呃 当时我记得行程就是我们是早上 五点半要去到 呃 我们的学校集合 然后就很匆忙 像是赶飞机什么的 然后下飞机我们就 真的就很很很劳累啊 可是你到台湾还是很快啊 对不对 一个小时 嗯 对啊对啊 所以你们昨天应该有一整天的时间吧 嗯嗯 吃了很多东西 呵呵 所以昨天没有逛行程啊 呃 有有有 我记得 那个 讲起来咯 呃 呃 台湾同军那个总会 对 还有去晚上去逛了夜市 哦 去成湾总会 对 饶河街观光夜市 嗯 对 好 就这两个 就这两个行程 对 那你们今天晚上呢 今天晚上 你们这么晚回来不是也是逛夜市吗 呃 我们去 去了那个西门町 对 嗯 对 哦 然后早上午的话就是 呃 呃 去参观的那个总统府 感想怎么样 感觉很大啊 然后没有见过的那些 然后里面 嗯 新奇 宏伟啊 就 嗯 还有花园中间 会会会觉得有点这个严肃这样子 恐惧 其实还好吧 就感觉导游还蛮亲切的 哦 有人带你们逛就对 嗯 你们买东西了吗 开始买了 有买 有哪些东西比较吸引你们的 就是有一些啊 我就是呃 来之前就已经有听说就是当地就是有一些很出名的小吃啊 比如说那个啊什么豪大大鸡排什么的 你有吃啊 你一个人吃一块 啊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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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有分 就我们是组团 对 哦 就分队 结果有比你有有比你预期的好吃吗 嗯 有 嗯 有 好吃 哦 就是价格又又便宜 分量又大 75块吧 哦 对啊 你们觉得很便宜 哦 对啊 哦 好 因为我们看他从50块涨到75块 所以已经感觉越来越贵 是吗 一直涨价一直涨价 而且他又不帮你切这样子 他老板很坚持 对不对 嗯 对啊 我刚刚看你们还喝珍奶 你们喝哪一家的 是定了耶 很多家的耶 对 你们喝都没有看是哪一家的啊 没有啊 这里都 对这里 你们不是统一买同一家的吗 哦 我们刚刚那个是我们的呃那个 Madam买的 陈嫂 帮我们订 请你们的 对 请我们的 对 超好的 对 好喝吗 好喝啊 就是 那你也不知道是哪一家 嗯 不知道耶 就随便随便哪一家都很好喝 对 哦哦哦 好 好 好我们聊了十分钟 我们现在开始要正式的访问 请问同居运动对你们的影响 刚刚都是闲聊 同居运动对你有什么影响 你觉得不管参加一年两年 到现在你觉得呢 嗯 我感觉就是呃一开始我进来就是看到呃很多活动 然后就很吸引嘛 但进来确实有很多活动 但是有时候也是呃比如说不操的时候也是很很严肃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我们平常相处的时候呃活动的时候还是玩得很开心的 嗯 就是先说一下我小学吧 小学我其实就是呃性格不太好 然后就是当时也没什么朋友什么的 然后就是真的我觉得参加同居运动真的对我影响非常的大 就是比如说我学会了就是这个团队的合作啊 懂得就是去包容 然后懂得去怎么去领到你的队员有一个合作性 然后还有就是懂了很多技能吧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的活动 比如说这一次的台湾教育团就争广见识 对 所以你以前你是一个小孩而已吗 自己一个小孩 啊 哦对我是独生子女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以前比较不会跟人家相处就不知道怎么跟人家相处 然后到童讯才知道那种团队团结的那个 嗯就那种精神 对 嗯 啊 丽婷你呢 嗯都差不多 其实就参加同军的时候就看到他们他们有了些很多很好玩的活动嘛 就参加了 然后到里面发现就发现不只是玩还要做很多的事情 嗯而且做事情也要那些讲一些分工合作之类的 然后就学到了很多嗯带领一个团队还有如何分工然后把一件事情做好然后跟队员相处这样嗯 最后讲一下你自己怎么跟你们同学介绍吧因为你们自己参加应该有些同同学是没有参加对不对 啊他们如果问你的话你都怎么去跟他介绍说你们为什么乐在参加同军运动这样 我就觉得啊同军的话虽然可能复超可能会很累然后很热啊在外面嘛然后但是其实有很多活动就是能让大家一起玩又能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是挺好的挺值得的 所以真的有同学跟你来吗跟你一起参加 有啊有 所以所以你是被他带过来的 不是哦我们是一起参加 可是你们班上还有更多人没有参加啊对不对 所以你们会想要跟他们介绍他们进来吗 会啊但是他们都是就怕累嘛然后就怕晒太阳这样子 但是呃就说句实话我曾经有有跟我一位就是朋友同学说过啊就是同军就好像一个家人一样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就是 他会很很关心彼此啊就是很多东西你不会他会很有耐心的去教你啊我觉得参加同军就是 不要怕困难你慢慢一间一间去试就是试到你就是学会一件新的事情为止对就在同军你比较友善所以你 你在自己的平常这个班上你们会开始有所谓的那种升学或者是竞争的一些压力吗 然后那种气氛跟同军比较不一样你们觉得自己班上会这样子吗 没有就是在自己班上虽然学习上可能会有什么竞争啦但是平常还会很要好的嗯就是无论你成绩差还成绩好都可以成为好朋友吗 你觉得班上的氛围跟同军的这个活动的氛围差异在哪里 差异差异差异觉得同就一个是同学之间的那些关系然后同军之间就更多的像一种家人家人对一种关系就就就就只要你就带了这张旅军就同军的一员就不管你走到哪儿都有就有一种亲切感这样就不用怕这样是对嗯 好最后三位都给你们团长讲几句话吧你们带队的团长或是平常在香港带你们的团长有没有一些特别想跟他们分享不要管不要管太多啦或是不要讲话讲太久啊 来没你们都讲几句吧不要说太过分了他在这里 嗯就是就非常的谢谢他吧就是你要把名字讲出来啊你们那么多团长哪一位 溜出声团长是然后呢挺就是他真的嗯让我们就是就是比如说有些同学他可能呃就是怕声然后就是他会就是偶尔开一些小玩笑什么的嗯然后就是把气氛给带起来然后还有就是该开玩笑的时候该开玩笑然后就是该认真做事的时候就应该要认真做事这个事情 其实他叫为我的我觉得觉得非常的谢谢他嗯嗯好另外两位也要讲一下嗯嗯我也是刘楚成团长就是呃我一开始进来同军就感觉因为一开始开学的时候会有一段军训真的很严厉当时新生的时候对就军训呢就是要让你呃在外面站一个 你几个就对啊 Mullica真的是的 让你休息一下 就不像 其他团长 我以为他要帮你占 因为他 就是平常跟他接触比较多 他就会 就像叶勇余说的那样 老父亲 老父亲 人家还很年轻 老父亲 就像叶勇余说的一样 他平时也会开玩笑 就可能我们会不开心嘛 然后他也会开玩笑 让我们就重新振作起来 不是开玩笑让你们更不开心 好 丽婷你也讲一下吧 我跟他们都一样 所以你可以感谢别人 感谢别人 你有没有对你父母亲讲几句话 让你来台湾 感谢我的父母 花钱让你来台湾来 他给你多少零用钱 其实有点惊讶 给我这么多钱 就他一千港币 然后换了四千的新台币 真的有点惊讶 我也觉得很惊讶 那你打算买什么 买什么 你要买吃的还是买用的 都买一点啊 对 把他买光光 他说不要打钱 带回来他不要 他要你花光光啊 对 哇真的是 你爸妈对你这么好 对啊 我爸妈就给了我 呃 九百 那也差不多 差不多啊也是快四千块 嗯 哦四千多 但是是 台币 不是 吓我一点 都是都是我自己存的 就是他以前给的零用钱 让我自己存的 哦 存的 所以你打算把他花光光 没有我就是 不想不想 不想不太想花钱 节省 节省一点 嗯 因为我有自己想买的东西 好 那个豪大鸡排 你可以切四块 每天吃 然后就不用花钱 那么大一块 嗯 啊那那大家都讲 那你也要讲哦 你 感谢我的父母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亲 嗯 就是 这次来吧 呃 我是有两千五百块的港币 然后我 对港币 乘以四 一万 一万块 乘以五 一万多块 嗯 对 哇 你带那么多钱 不是 但是就是有一部分 我是呛了台币 就是说 呃 想要买一些吃的 然后跟他们一起分享 就是尝试一下 台湾的新东西 然后买一些 当地的特产大回事 对没错 然后我就一部分 就结实起来了 钱还是不能乱用的 嗯 所以你不会花光钢就对 我会花光钢啦 好吧 那叫团长这个回去 再检查你的 两千五百块花光钢 好 谢谢三位 讲一下你们这个 当初怎么参加同学 呃 是因为我感觉 有想 学一下一些审结 嗯 你那时候是看到同学参加吗 还是看到有人在 同学参加也想学一下 东西 嗯 呃 我是觉得同军的活动很好玩 所以我就参加 也是一样 感觉还蛮好玩的 结果真的好玩吗 嗯 是的 嗯 然后我是在小学的时候 有在外面参加过同军 就类似一样的活动 然后到中学之后 发现自己的同班同学也 有蛮多的同学也去同军了 然后自己也想去试一下 嗯嗯 哦 所以你说国小 国小是参加类似的户外活动 嗯 是的 所以就很向往类似同军这样的一个活动 嗯 是的 OK 好 讲一下那个 你们都是第一次来台湾吗 是的 是的 嗯 对台湾的印象 先讲一下台湾的印象是什么 好多夜市 嗯 也好多吃的 你们香港不是美食也很多吗 也很多 你们不是很多大牌党什么庙街是不是 是的 嗯 可以扣物 你想买什么 大概是贴纸 我想买 贴纸之类的那些 贴纸 因为他很喜欢做手帐 类似手帐 手帐本那种旅行 然后那个贴纸你都买什么图案 五分线的吗 卡通的吗 还是动漫的 日本的 卡通的 动物的那种 哦 动物不是漫画的那种 不是 因为他是拥有一个少女心的女生 为什么你对他那么了解 你们是同班同学 因为我们两个的妈妈 首先是在一个家长日里面认识 然后就慢慢就会聊起来 因为两个妈妈聊得很开心 然后我们两个就慢慢也会熟起来 就妈妈很熟你们就跟着熟 是的 那接下来讲一下这个从昨天到今天 你们两天这个看到的台湾的一些特别的 跟你们香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有哪些 不一样的是 他们这里也有点 就跟我们一样 同香港一样很热闹 因为你们没有去台湾的乡下地方嘛 台湾还是有很多乡下 因为你们都爱台北对不对 我看到马路上很多电动车 摩托车 摩托车 可是香港没有吗 香港应该也很多 香港比较少 因为有一个限制 有管制哦 不是有钱就能买 好像不多 但是不会在大街上在台湾一样 就搭一个旅行吧 可能在每一条路上 你可能都会见到一排排的 钻来钻去 对 对我刚刚也钻过你们的游览车 好 然后还有呢 除了交通还有看到什么 我觉得台湾的生活环境会比香港好 因为香港我第一个印象就是 他们的楼都比较矮 而且它的就那个外面的那些环境 不会像台湾 不会像香港一样 比较吵吧 应该是 对我看你们香港的房子好密集 高而且就 然后没有像台湾一样 就很矮的一栋楼就是一栋楼了 就比较 可能是我向往的生活是这样子 而不是香港一样 就很密集 然后楼很高 然后很多人住在一起这样子 对 有点这个密集恐惧症就对 是的 讲一下你们昨天到现在有吃了什么特别的美食吗 飞机上的套餐 飞机 你第一次坐飞机吗 是的 所以你觉得套餐很好吃 吃了两份 因为总感觉越吃越肚子饿 那你也要有别人的那份给你啊 我是当初是不够吃 我就问空姐有没有多余的一份 然后他说稍等一下 那就就把我拿过来了 哇你运气这么好可以吃到两份飞机餐都一样什么还是不一样 都一样 哇这么厉害 好 然后呢还有什么 你总要讲一些你们不是说夜市有很多美食吗 你们有吃什么 有喝了奶茶 蒸奶 蒸奶 我还看到一些 例如什么章鱼小丸子啊雪糕之类的东西 你有你都有吃吗 有吃有吃 好吃吗 还有苏塔 好吃 非常的好吃 章鱼小丸子 然后去到夜市我第一个看见的就是那个胡椒粉的那个饼 很多人对很多人拍对 然后我们就闻到那个香味 可香 然后再一路的闻到的都很香 然后最深印象的是有一个正方形 那个正方形体的那个牛肉 就一颗颗这样子的 晒子牛 对 哦哦 然后什么火烤 对 然后就在等那里等很久很久 然后也很热很热 因为他烤了在旁边等的时候 那个热气就一直扑面而来 你为什么要靠那么近呢 因为他那里真的很挤 昨天晚上去的时候很多人 昨天你们去劳河街 你们有从头走到尾吗 没有 没有 不够时间 不够时间 哦 你们 那个昨天是到那边然后自由行是不是 呃 不是要跟小组 哦 小组 一个小组 一个小组 一共有六个 五六个左右吧 五六个一起走就对了 对 然后你们有多久的时间 大概 一个小时吧 一个小时 对 对 一个小时 哦 哇 那你们还有 有吃一些比较凉的东西吗 有吃冰吗 呃 我想想 好像有晃 雪花冰 还是芒果冰 呃 台湾芒果冰好有名 好像没有 好像有 我忘了 我们今天有吃 今天去了一个 西门地 嗯 不是前面去的那个叫什么街 我也忘了 去了一个街 就是 也是 啊 对 去滴花街 然后 然后我跟薛瑞敏在一个刨冰店里面吃了两个口味的雪糕 然后那个刨冰来的 刨冰了 对对 巧克力那个 然后还有一个是草莓味的 但是我们应该要聊那个去童军总会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童军 童军的节目 讲一下你们在昨天在这个童军总会 感觉怎么样 有看到什么 呃 一个老伯伯 老伯伯 然后就到着我们游了他那个馆就每一个介绍了 真的是老伯伯吗 是的 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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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类似是那个馆的里面的管理员之类的 哈哈 你也不晓得叫什么名字就对 不晓得 反正他就帮你们介绍 嗯 有 他介绍的人 有没有你们这个本来你们在香港也常熟悉听到的人物 有没有 贝登堡先生 除了他以外 有没有 就是台湾童军运动的人 跟你们香港的人 是有 连结在一起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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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今天逛总统府 讲一下在总统府 呃 是蛮严格的 就是 要先进去之前要警察 要暗显 一些物件 哦 你们背包有没有少那个S光 有 我没有带背包 哦 那有少 对 你们有带什么 违禁品吗 没有 不过看到别人有带 就他就锁了一个号码在外面 哦 他东西被放在外面 对 他是什么违禁品不能带进去 打火机 刀 打火机 刀 然后饮料 然后 食物 剪刀 都是这些 就锁在外面了 嗯 所以你们那时候没有 身上没有带吃的 没有 因为在旅游车上 有一个导游跟我们说 不能带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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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明天要去干嘛 去哪里 呃明天我们要首先去台北的车站 坐车去哪里 去哪里 坐捷运啊 那个火车站吗 火车啊 然后坐去找 另外一个团 要跟他们交流 哦 所以你们明天就是交流活动 是的 明天要很早起床 我们就要 对 五点半就要在这里的大堂等 对 等候 这么早啊 对 怎么吃早餐 到时候老师好像说是会派给我们的 嗯 对啊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 现在露营的这个场地就是他们的早 早餐的餐厅 你看还蛮棒的 结果你明天吃不到 你们几天都住这里吗 是的 哇 OK 好 然后讲一下这个 童计运动对你们自己的一些改变好不好 这个没有参加前跟参加后 你觉得你们在哪一些部分是有进步的 像技能啊 或者是一些童计的品德 学会了一些神结 嗯 开头是学不会一直在那 就一直在问老师怎么做怎么做 因为就记不住 结果就突然就会了 嗯 就一直练习就会了 嗯 那除了神结还有什么 嗯 露营吧 嗯 讲一下你们香港的露营 你们场地都在哪 学校操地 就在操 然后会过夜吗 会会会 不过夜晚就蛮多虫子 还有第一次露营的时候呢 一堆蚊子在我头上飞呀飞 其他同学也是 所以有被钉吗 有 有 我觉得那时候吓得我周围跑 被蚊子追着跑就对 对 我就吓得跑 在童军生活里面 没参加之前 我是一个 嗯 对爸爸妈妈也不是特别尊重 然后 因为那时候也 脾气不好 嗯 就可能比较说你两句 然后你就会开始有点 烦躁 然后到 参加之后你会学会尊重别人 和你要包容别人 是被团长要求的吗 不是 是你会被身边的人去感染了 哦 然后你就会看着别人的成长 然后你也会跟着 自己也会学到了 所以你现在回家会 有什么改变 会帮忙做家事还是什么 有 嗯 对爸爸妈妈的态度 会变好了 会变好 然后跟他的关系也会 变得更加亲密一点了 变好不是因为你要来台湾 所以要对他好一点 然后让他让你来 然后多给你一点利用钱 呵呵呵 也有一部分这个原因啊 呵呵 那你们两个呢 参加童军有什么改变 呃 以前还没参加童军的时候 我就很少朋友 然后现在参加童军 就认识很多朋友 就 一起跟他们玩的很开心 就是很多伙伴 嗯 跟你都很好 嗯 那以前都不好 呵呵呵 以前你比较 你内向害羞是不是 嗯 是 那现在有比较活泼吗 嗯 好 呃 以前我会比较懒惰到 因为参加童军之后 所以我就 嗯 就嗯 嗯是什么 呵呵呵呵 就比较兴奋了 有点吧至少 至少有点改变 就比较积极一点 会有点 哪一些功课还是家事还是什么 功课家事都有一点吧 所以你功课也有进步 有点 都会有有 排名有进步啦 之类的什么 欸你们会不会怕那个功课如果不好 那个家长就不让你们参加 不会啊 不会啊 基本上 儿童军都是妈妈让我来参加 我也 可以 我也想来参加 可是如果玩太开心了 功课没有念怎么办 不会的 你们都不会怕被禁止 一般只能是四大天王之一 不敢不敲 哦 四大天王 嗯 很凶啦 你们老师很凶就对 是的 哪一科 他们叫什么 呃中文还有香港社会 就有四个老师特别凶 嗯 所以你们 基本上除了数学老师以外 呃 其他 普通科目的老师都不会凶 就有英语还有中文老师特凶 嗯 那你功课好像就不会觉得他凶啊 一定是功课不好才觉得他凶 不是 只要是我也还是 还是 在 呃 就不会做所以就 懒得做 哦哦哦 好 来台湾这趟有没有特别想要买什么 东西带回去 或者是家里有交代你们要买什么 呃 说妈妈说想买点糖 嗯 牛杂糖还是什么糖 牛杂糖 大概都是 哦哦哦 还有呢 鳳梨 鳳梨酥也有买 鳳梨酥也有买 嗯 还有一些呃猪肉脂 什么什么东西 猪肉脂 猪肉脂 猪肉脂是什么 嗯 就那种呃 就那个 像猪肉干一样薄一点 很薄的 哦对对对 猪肉 就猪肉干很薄 叫猪肉脂 哦 因为他们这个香港网络 他们是这样叫的 哦哦哦 那你们两位呢 有没有特别想买的 呃我想买一些零食回去吃 然后 然后 顺便带一些 给我朋友 他主要还是要买一样东西 什么 贴纸 对 贴纸 贴纸不是到处都有吗 是有 但是在每个地方 也有不同的特色 就整个 你是贴纸的收集狂就对了 哈哈 那你自己有一个本子 专门贴贴纸吗 有 我也跟他一样也有 嗯 但是我这次没有买 全买零食了 哦 所以你钱准备就要花 买零食就对 对 嗯 那你有准备买什么 然后这次来是想 看一下台湾当地 就有没有一些很特色 就代表了台湾的一些零食 或是手信 带回去给家人 然后分享一下 所以现在还没看到 看到了 已经买了一袋了 买了 我买了四袋酒了 四袋 你行李装得下吗 呃 应该装得下吧 还是你又 你的行李可以从小变大 这样子 然后又变宽 大概 好 最后有没有一些话想要对你们 先对你们团长讲 嗯 这次这么千辛万苦 把把你们脱离这个香港 来到快乐台湾 感谢大家团长 把我从香港拖过来 这样脱离了妈妈的魔杖 哈哈哈 哇 你妈看到这个影片一定会很伤心 你让我们影片放网路 欸 我妈不看 不会看的 好 好 很懒的看 是 很懒的 你们看到会不会很凶 不会 不会啊 也是跟上次那位同学一样说 像个老父亲 可是一开始不是很凶吗 一开始不是要新生训练 会特别人 不会感觉很凶啊 哦 没有要站好几个小时 嗯 嗯 嗯 那个凯曼你呢 我想对她说的是谢谢她 因为她 她在每一个可能都不经意的一个小瞬间 就可能我们都不太太注意的时候 她也会对我们就做出一些很微小的一些举动 就例如什么 呃 就我们会被蚊子咬 她可能会告诉我们 内有蚊怕水这样子 就是这些小举动会让我们 就提醒她 就不太差异的 但是也会很感动 就很谢谢她吧 嗯 好 谢谢你们三位 好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叫袁慧君 今年 十六岁 啊 大家好 我叫刘子欣 大家好 我叫杨家慧 大家好 我是张子盈 把你们这个参加童菌的那个资历先稍微介绍一下 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到现在 呃 我从中医的时候开始参加童菌到现在 十六岁 嗯 所以几年 呃 所以都四年 四年 嗯 我从小小童菌开始玩 因为我爸爸是童菌 深受他的影响 然后从六岁大概玩了到现在二十一岁 对 很久耶 对中间是有停过了 嗯 所以你爸爸一直有在带童 对啊 爸爸是刘楚成副旅长 哈哈哈 好 刚刚很多人感谢他 他是我亲爸爸了 哈哈哈 呃 我也是四年当童菌 嗯 小学的时候是吕童菌 然后 就中学的时候 觉得吕童菌好麻烦 所以就当童菌了 麻烦是指制服很麻烦 就是 吕童菌的东西没有童菌那样丰富 嗯 所以我觉得童菌每次好玩 所以就参加童菌了 嗯 好 我大概从中一的时候 开始 开始晚 晚到接近六年的时间 嗯 所以你们四个参加童菌运动都算蛮久的 对 那你们应该可以 讲更多这个童菌运动的好 对不对 先讲一下童菌运动对你的影响跟改变啊 啊 童菌这个运动真的改变很多 因为 啊以前的话 我是 啊不太喜欢听别人说东西 或者是什么 对 嗯 对 嗯 嗯 没错没错 那你现在有在带领导别人吗 带更小的童菌 有一定是有的 就是带那些搓中的童菌 嗯 他们有时候我就看着他们不要乱跑之类的 嗯 嗯 嗯 确实我觉得就是 不容易啊 因为 因为他们 啊都是 也跟我以前一样 不太喜欢听别人说 嗯 对这 这是我 从 从以前到现在 发现了不一样的 学到的东西 嗯 好 嗯 我觉得 参加童菌呢 可以 让我学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 呃 我们去露营呢 呃 库外的活动呢 学校很多事情都做不到的 所以 呃 的确令我的 呃 眼界会不一样啊 然后也 呃 因为露营我们要照顾自己嘛 让我觉得 呃 自己变得 更加独立 呃 很好 可以照顾自己 不用爸爸妈妈去担心啦 你参加那么久 有没有一段时间很 很想逃避 或是不想参加童菌 呃 呃 其实有的 因为呃 大概几岁 嗯 我觉得是中学的时候吧 因为中学我不是 呃 我是来爸爸这里帮妈妈 然后 呃 其他人会觉得我的技能会比较厉害 很好的能力 所以那时候真的不想去做 所以那时候会讨厌你爸爸 嗯 不是讨厌爸爸是不想回去那个圈子里 哦 因为你就是有标签你就会有压力就对 对 很大的压力 所以就那时候真的真的压力很崩溃啦 嗯 那时候你爸爸知道吗 不知道 你有跟他讲 现在他终于知道 他好像还不知道 现在就知道了 呃 听完应该就会知道 哈哈哈 所以那时候他都没有觉得你怪怪的 为什么不想参加 为什么不去这样 呃 然后就好了 长大想法都看得比较透彻 所以就比较好 自自我调试了 嗯 那你后来技能真的有变比较好吗 好一点 哈哈哈 因为参加久了还是会进步就对 对 人是要进步的 嗯 嗯 对 好 那你讲一下童军对你的影响 我觉得童军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 我会自立一点 就是平常我是很会依赖别人的 然后进童军以后呢 就很多事情也要靠自己 然后呢 还学会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学校比较大 就可以在学校里露营 嗯 还有呢我在童军学的最好的一样东西就是下厨 就是我以前是什么都会弄不好的 然后现在呢 下厨比较好 大家都做主的东西 然后他们也给我起了一个名字 什么 厨神 厨娘 厨娘 对 哦 就会做饭 你你特别会煮的是什么 我其实他们想吃什么我都会学 是童军学还是回家跟 回家学然后回来煮 哦那你有没有拿手菜 拿手菜 酸辣粉 我现在最喜欢做这个 酸辣粉好吃的秘密是什么 好吃的秘密 当然是秘密了 哈哈哈 他一定有一些一定的重要的顺序 或者是一定什么特别的成分 对不对 对就是要空气的很好 不然就会太辣 或者太酸 就不好吃 所以要刚好酸刚好辣 对 对 酸辣粉 对 酸辣粉 有没有一些我们台湾比较熟悉的茶 因为酸辣粉比较不熟 所以很难 台湾吗 很难知道你形容的那个什么 像刚好酸 我会做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对 我会做 怎么做 就是要买那个粉还有黑糖 弄那个珍珠 还有奶茶 就是买一杯奶还有茶叶 然后你刚刚也有喝我们台湾的珍珠奶茶 你觉得跟你自己做的差别在哪里 台湾的比较甜 然后我这种没那么甜 然后台湾的奶味比较重 我做的没有那么重 比较重那个茶味 哦哦哦 所以你是健康的珍珠奶茶 对我是比较健康的 你们都有吃过他讲的吃的做的酸辣粉还是珍奶吗 没有 他们还有吃过 我吃过酸辣粉 结果结果真的好吗 还好还好 还好 人家说还好 就是比较健康啊 哦你是比较重的 比较淡是不是 对我是 对 你为什么都比较淡 你又这么年轻就开始养生了 对啊你珍奶也不会太甜了 对就是比较绝重心体 然后就 嗯 嗯 因为女生比较追踪自己的身材嘛 不能太胖 所以就要健康一点 所以你从现在就开始很注重就对了 对 哦 好话都快被你讲光了 所以你呢 你呢 哎 先对先 我们现在讲的是童君的改变 不是厨房 厨房 厨房 哈哈哈 那我其实是 小时候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就是 不愿意跟别人说话 或者聊天之类的 然后 然后 从那个 综艺开始 就是结束这个童君 之后呢 我就 你知道你要提醒他什么就大声一点 你说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就觉得 啊 童君呢 你倒是很凶 嗯 就是常常都骂人 骂人 到后来呢 跟他们熟悉之后 其实他们 也是蛮好笑的人 蛮好笑 对 从很凶到病很好笑 对 可是他一开始骂要有道理啊 你觉得 现在来看骂的有道理吗 有 譬如说你哪一些做错被骂 嗯 就是我小时候是 别人说他他不听了 啊对对对 就是 装听不到 是你不想听吧 还是你想别的事情 不想听 不想听 对 你觉得讲话没道理 你就不想听 对 现在也是 不然现在不会 是小时候就对 对 啊 你有专场吗 有专场 童君的专场有吗 神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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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为什么对神捷特别有兴趣 嗯 因为我觉得漂亮 然后 啊 绑的方式也很多 然后打很快就很有成就就对 对 嗯 所以你在你们的童君圈里面 算是神捷打得比较好的 对 对 啊会煮饭吗 只有我 只有你啊 都吃他的就对 对 大家都吃我的 童君那个煮白饭很麻烦 对不对 你白饭煮的好吗 好啊 当然好 他们都会吃我煮的 就是我不会 都熟了 就是不会太硬也不会太那个 你不会煮不少啊 很多童君都不太会用碳 我煮白米 就是有那个经验就 慢慢的都会煮 煮的越来越好了 米饭这东西 米饭就是水分 一开始我们 我们中医的时候也是煮的不太好的 对 有时候开始生的 但是煮多了 还有什么 在网上看一些什么资料的 之类的 看别人教的 对对对 可能什么那 大火几分钟 然后转小火 然后再灭了它 对对对 这是有网上的教学 也是蛮有用的 我们就一起学啊 然后 这煮饭的技巧也提醒了不小的 所以你们现在都煮白饭都已经OK了 肯定可以的 好 讲一下台湾你们都第几次来 你们应该 我们第二次 第二次 第四五次 你比较多次 对对对 我比较大吧 那过去来的都是来交流的吗 还是单独来玩的 有两次是来旅游的 然后有两次是交流的 但是跟童君就第一次了 是不是 这是第二次 我是第一次 对 今天讲一下你第一次的感觉怎么样 我 我还没有 就是我们的交流的活动是在明天开始 所以还不是真正深深的感受到 就是台湾跟香港同居的差别 但是我觉得台湾人就是比较热情啊 就是比较有温暖的 对 都看不出 邪恶看不出来 表面都很热情 对对对 对哦 我乱讲的 好啦 那这两天虽然还没开始交流 可是也看到很多台湾的那些特别的地方吗 有没有特别想分享 珍珠奶茶真的好好喝 哈哈哈 我觉得太甜吗 我觉得 现在我们都不敢喝珍奶 我不要 有一点 不然都要喝半糖 哦 你们都喝全糖 对 有时候可以剪的话就可以剪了 我比较 有时候他设定是不可不可以改的 就只好阴着头皮喝 哦 他说那个 标准配方比较好喝就对 对对对 嗯 诶那个会煮珍奶的 你自己觉得呢 我 其实我比较喜欢喝那个冬瓜茶 哦 台湾的冬瓜茶 对我觉得那个真的好好喝 好甜呢 啊 不会啊 就是比较健康 有些很淡 有些很浓 你喜欢哪一种的 我喜欢淡一点 很浓的话 我觉得很甜 因为是觉得很讨厌 对很浓的那种颜色就比较深 对不对 你讲的那种比较浅一点 像茶色就比较浅一点 对 好 逛夜市 逛夜市 逛夜市你们有没有买东西啊 吃的东西比较多 哦 你们你们都吃什么 滴瓜球 滴瓜球 很好吃 但是我买那一家比较硬 不是很好吃的那一间 不是 它硬一定是它炸起来比较久 对不对 它如果刚起锅就很软 对 这是很像吃石头一样啊 你是遇到那个炸太久放太久的 对 还有那个烤牛肉 烤牛肉那个用火烤的 对对对 好吃吗 好吃好吃 我到现在没吃过一份一百块是吧 对 挺贵的 几块 好像一百到三百也有 那你一百是有几块 你有没有算 没算 挺多的 但是好吃是好吃 但是 等的时间很长 是太多了吗 不是太多 但是 但是它有演出排队 哦 因为它要一块一块都要翻来翻去 嗯 对对对 所以时间比较长 嗯 所以 所以了 但是我们时间就是没有这么多了 一小时也可以逛很久了 哦 对但是 但是就是买那个牛肉也 也要十几分钟 哦 好 厨娘你有买什么 我吃那个 乳鱼肉 乳 乳 乳圆 乳圆 对 我好喜欢吃那个 那个乳圆是配饮料吧 你是吃冰的 不是 我是做这一碗冰的 哦 你吃冰啊 哦 我觉得很好吃 我在香港的时候也常常吃 然后 这是来台湾一定要吃到 然后昨天就会买大来吃 好开心 香港的冰比较贵对不对 对对 对啊 就是30多块才这么一小碗 然后这里30多块一大碗吃的好满足 你们以后会想要来台湾工作或订居吗 因为大家都觉得台湾物价这么便宜 有想过 有想过 上学大学 然后是所谓的来台湾工作吗 嗯 希望可以 还没想到那么远 对啊 因为我过去访问你们一些香港伙伴 他们都觉得你们这个香港因为 有像露营场地就比较没有办法 对不对 对比较小一点 所以他们还蛮喜欢来台湾参加活动 对 对 然后加上物价又便宜 哦 没错没错 很多好吃的东西 这很重点啊 重点啊 对 好 然后 然后讲一下在昨天的童军总会好不好 你们有看到那个文史馆有没有特别的感情这样子 就是有人帮你们导览介绍吗 有 感动这个 有感动这个 感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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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长很多 然后就一大堆我 他说了一次 我我就问他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我们都诺言规律是不是 我们都是很短的 就是我们那个 他就讲一下你们的誓言 我们的誓言是什么 他就讲得很短啊 你自己都讲 同俊信用为人即信以为事 就是我们有七条 然后听说这里有十二条 我们是十二条 你们七条 对 然后都比较短了 然后你们这么一条 就还有三十多的字 我们一条才十多 这只 你们比较简单就对 对 还有那个 塞 什么呢 塞 塞 我们没工作 我们塞 好快乐 亏率 也比较长 就是我们香港都比较短 然后容易容易记住 然后台湾的就很长 然后他说了 两遍我也听不懂 好 因为你们比较年纪比较大 所以我想要 最后问你们的问题 就是你们自己对自己的生涯规划 现在有一些想法吗 比如说大学念什么科技 或者是未来的工作 有 来 有就讲 就是我现在高一 然后就我在练那个诗艺 然后就将来想读大学 读这一科 然后如果进不了大学呢 那我现在在想那个美容的课 对 然后就觉得如果进不了大学就可能做这方面的工作 嗯 美容师就对 对 好 钱 我现在快要升大四 就是念多一年就毕业了 那我念的是英文系 然后我想毕业之后呢 继续念硕士 因为我将来想当英文老师 对 那你想要到其他国家留学吗 我前两年去英国有学过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学习的方式比我们香港蛮轻松 但是同时也学了蛮多东西的 所以你想要去英国留学 我去过所以我想去其他的地方 哦 念硕士啊 对 香港应该在香港念硕士 但是可能去那些exchange 去其他国家看看啊 是是 体验一下他们的教育 对 好 你说你要当英文老师 对 我们影片录下 以后我们来看你会不会变成梦想成真这样 好 谢谢 其实我现在在读这个发型设计 对 然后 所以你的头发自己染的 不是 是老师染的 老师帮我染的 对 然后我 大概还有一年只有读完毕业了 然后 然后就是在想出去台湾去继续工作 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做美法相关的就对了 对 那想在台湾做还是在香港 就是我想台湾 台湾 在台湾做 对 好 好 录下来 好 对 对 对 应有你的 嗯 嗯 嗯 现在我在学校呢就是那个潘树的校队 嗯 我我因为我喜欢潘树 还有嗯 也出过呃一些外国的比赛 嗯 啊我我有一些朋友就今天过来台湾参加比赛了 潘树的那些嗯 嗯我我希望啊我未来可以呃工作跟树有关系 对对对对对 住在树上 哈哈哈哈 你说潘树的比赛是比什么比快还是比 比快也有 但是嗯 那个有一些是救人下来的哦 就比如说在树上面一些人被困住了要什么时间之类 请救他们下来也有 所以以后你要做这个树攀官就是这个修剪树的这个相关行业就对 对对对 所以体型很重要对不对啊 没错 太胖就哈哈哈 难一点难一点 所以还是要体能很重要就是没错 嗯嗯嗯嗯嗯 所以你吃东西就要比较规律哦 不能乱吃要不然变胖就就会影响啊 速度对不对 对对 所以你珍奶就不能喝全糖 哈哈哈哈 呃 可小一点吧 哈哈哈哈 小可一点 小珍奶不要喝大珍奶 哈哈哈哈 我用一口好了 哈哈哈哈 一口 一口 好 最后谢谢你们四位